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湾真善美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聊一聊宅经济的时代来临了 越来越多消费者在网路上来买东西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告诉您企业在网路上合购的商机 首先要介绍您这家从新店发迹的老字号高饼店 第二代接手之后看准了网路的商机 一年之前他们自创品牌 把自己家里的蛋黄酥放到了网路上来卖 而且还加入时尚流行的合购网站 举办了促销活动 短短一个礼拜创下了狂卖两万多颗蛋黄酥的好成绩 一时之间也让业绩大幅暴增成长了2.5倍 金黄圆路里的蛋黄酥一刀切开来 里头有着满满的豆沙内馅 还有一整颗忽质欲出的鸭蛋黄 酥皮层次分明 咬上一口口感饱满扎实 30年老字号的蛋黄酥原本是只有新店人才熟悉的在地美味 如今成了网路团购借中的新宠儿 吃起来里面的蛋黄非常的饱满 我觉得它的蛋黄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它内馅其实吃起来很香 那也不会很甜 在网路上曾经搜寻过 像是去一些网站上面搜寻 神经要订 订不太到 因为订单都排满 它这样子有没有 油酥跟油皮就会在里面先有第一个层次 然后总共要改两次 年纪轻轻 七年级的周刚毅 做糕饼的功夫却不含糊 身为新店三十年老字号糕饼店的第二代 从小在糕饼点心中大馆长大 跟着店里师傅学习 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大学毕业退伍后 在父母的要求下回家接棒 小伙子脑筋动得快 对于今明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有些老天不懂得行驾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是在各方面的来讲 都会变得很视为 因为现在的网路的使用者 尤其是台湾 网路使用的习惯越来越多了 那我当初就是会设立这个品牌 也是希望说利用网路 那创造一个很活泼很可爱的形象 在网路上 让大家都能知道 那你慢慢一步一步脚印 因为这东西是用 网路的东西它的特性是 它需要时间去发酵 老店要勇于突破冲心 周刚毅的第一步 就是投入网路市场 在网路上成立了自创品牌 他挑选老店的招牌商品 豆沙蛋黄酥作为主打 在食材上也很要求 像是影响蛋黄酥成败的 最大关键蛋黄 除了挑选宜兰红土烟漬之外 颜色大小都有着一定的标准 我们会看它的颜色 你注意看这个颜色 其实都很均匀的 因为不好的蛋会有另外一个 有的颜色比较浅 有的太深 那我们先把颜色做第一次的过滤之外 再做大小的栽选 高饼的品质照顾到了 但怎么做才能吸引客人呢 周刚毅大学念的是电子相关科系 虽然加设网站不成问题 但碍于品牌缺乏知名度 加上缺少网路购物平台 遇到的困难接踵而来 网路的购物族群 它很多是消费 它的消费行为有时候会 除了想要购买之外 有一点点冲动型的购买的成分在 那当你购物的流程很繁琐的时候 比如说还要下载订购单 或者是还要打电话 这对消费者来讲就是 层层的关卡 于是周刚毅加入了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缩减产业数位 落差计划的辅导 在网路开辟了购物平台 不论是商品种类介绍 都能够一目了然 如果有购物的这个平台 会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就 这个东西我很喜欢 那他马上就拖拉点选 就可以完成这购物的动作 所以不管是对他们对我们 那我们整理订单也很方便 只要透过后台就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订单什么时候该出货 这笔钱收了没 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更方便的管理 大部分客人都要透过传真订购 或者是电话订购 那现在就变成说他直接在网路上 只要点选 看他喜欢的商品 那上面的介绍也非常的明显 清楚 那他现在通通是用这种方式购物 所以很明显的透过 这些平台购物的人口就变多了 那我们整体性的业绩 大约成长了2.5倍 对就是大概是250%的成长 业绩有了稳定成长 周刚还将传统糕饼 变身成各种创意口味 像是翠绿的抹茶酥皮 包着乳酪内馅的香草乳酪 还有这外形乍看像是柿子 切开来点缀着蔓越莓豆沙内馅 粉嫩的色泽 特别受到女性顾客青睐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房间好像没有吃过 类似这样子的饼 那这好像也是他们招牌的特色 这样吃起来酸酸甜甜我觉得不错 原来这糕饼取名为鹰叶酥 是出自于周刚毅和老婆 一趟日本赏银之旅的新点字 在鹰叶酥底下 就觉得櫻花这样飘下来 鹰叶也这样飘下来觉得很浪漫 那年我回来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糕饼 鹰叶这个东西是有点咸咸的气味 那我希望它有点酸酸又甜甜 所以我在中间加了蔓越莓 馅料的部分加用了白豆沙 那表皮的部分呢 我希望它看起来是很浪漫的颜色 所以我加了β胡萝卜素 做了这个产品之后 那隔年刚好我老婆就这样嫁给我了 真的 然后再隔年我们就生了小孩了 所以说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讲说 这个真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定情事物这样子 产品的选择更加多元化 周刚也在辅导下载网路拓展各大通路 像是时下流行的合购网 也针对客户族群做起网路市场调查 举办各种促销活动 那我们用小包装的方式卖 将近就是在一个礼拜来讲 就卖出了将近两万多颗的 我们的糕饼卖了两万多颗 这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很厉害的记录了 就是一个礼拜 而且它不是在中秋节 每个通路跟每个平台都有不同的特性 那我们要针对不同的特性做一些折扣 或做一些活动 对所以这变是网路上一个非常需要的技巧 周刚也在各项比赛中有所斩获 分别荣获了1010年台北新店事工所举办的 新店十大特色伴手礼和好礼民店等殊柔 逐渐打开知名度 今年还成为花博之友提升品牌曝光度 一箱箱高饼礼盒赶忙宅配打包送往台湾各地 周刚也还进一步开设了实体店面 你可以再试试看我们的营业书 我们营业书吃起来三三点点 很多女生都很爱吃哦 从网路红到店面 未来周刚也还打算成回新店老家开店 让原本不看好他自创网路事业的周爸爸周妈妈 态度也有了改变 当然是家里刚开始会觉得说 做一个品牌其实不容易 那当然会有一些比较会建议我怎么做 那其实刚才说会遇到很多困难 一直到现在慢慢已经做出一个成就 他们转而可能一开始会比较怀疑 一直到现在相信进而支持 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老电星火相传透过一条网路线 不只让更多人品尝到周家对于高饼的坚持 也让周刚毅在网路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商机 当初本身之处 但是我们下課了 我们下課了 还有比较 我们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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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課